我来中国之后第一次挂舍 刚才戳了好多次 但是我们小苗还是很勇敢 这不是送完俄罗斯大姐夫一家回莫斯科后 我们的旅行也暂时告一段落了吗 就先带着俄罗斯丈母娘和大舅哥回近江老家了 这次出来那么长时间 一直都是我妈在家里面帮忙带着小苗 小苗看到我们回来之后也是特别的兴奋 白天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 晚上睡觉之前给她喂完奶之后 就开始呕吐不止了 吓得我们急忙带她去了医院 我现在的话在这个医院门口 然后我们刚才宝宝9点多钟的时候 一直吐 吐个不停 然后我们赶紧带她来看医生 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 刚刚挂好号 然后带小苗来看一下医生 他一直吐 然后刚才已经吐了好几次了 他可怜了小苗 发烧吗 发烧吗 不发烧 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 太可怜了 晚上11点的这个儿童记诊室 还是有很多人 然后我们在这边等一等 你看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看起来特别心疼 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到我们 我们是250号 医生初步诊断可能是长套 就让我们先去抽血 做CT了 好在CT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咽血的结果 发现了有炎症 需要挂水 今天要来抽小血 太可怜了 要来中国之后 第一次挂水 刚才抽了好多次 哭得好厉害 但是我们小喵还是很勇敢 我就这样举着 给米亚挂水 然后她想睡觉 宝宝今天太受罪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宝宝太可怜了 第一次给她挂水 抽得好我尝试 我也不想 太可怜 我都不忍心看了 不得太厉害了 白细胞17.4 降不下来怎么办 要再挂水 发炎 就上次她下面发炎 也是那个高 对吧 对上次也验了 人生说的 要再高于这个 一定要问的 给妈妈 别哼 别哼你也挺的 现在已经凌晨 快一点钟了 小喵还在这边挂水 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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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它的